我玩了貓之後呢 我的手一定要去洗手 洗完手之後 你才能夠去碰到你的五官 所以說這個啊 我家裡面經常在點藥水 但是有人就開始講了 就說你們這樣子 有一天會瞎掉 他說什麼 因為他反覆眼睛好像在顧面 裡面有一些成分 是對我們眼睛是很不好的 是這樣嗎 那王醫師來 來 這邊先告訴大家 我們之前要不想要告訴大家 點眼液 這個跟洗眼藥水 它的成分基本上是大同小異的 是嗎 它基本上它的成分 就是裡面有一些抗組織胺 然後裡面有一些血管收縮劑 然後裡面還加一些B群 或是一些B12 然後再加一個水 當然你的眼睛有滋潤效果 其實我們眼睛本來 自己會正常的分泌這些淚水 來滋入我們的眼睛 如果你反而這個用多的話 其實有時候會造成 你眼睛的正常機能會衰退 再過來以前我們眼藥水 是滴在裡面 這個是直接套進去 你可能眼皮周圍 等於一些髒的東西 也會貨在這裡面 對喔 再過來這方面 它本身它的髮型的作用 它裡面的抗菌劑或防腐劑 它下的會比較重 所以希望它對眼睛來說 是一個比較大的刺激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基本上其實我說實在 是因為現代人 真的是因為低頭足太多 注意注視電腦螢幕太多 所以眼睛酸色的問題 非常的嚴重 而且洗眼液 它還有個問題是 它的外面那個有沒有 這樣倒上那個器皿 你沒有洗乾淨喔 對 它也是把一些 對啊 那個 卡髒 髒東西就直接帶到你的眼衣去 本來眼睛沒那麼嚴重 一洗完會不會有更嚴重的疑慮 因為你本身放著的話 本身它也可能滋生 當然它為了不滋生這些細菌 它可能裡面的抗菌的 那些東西會下得更重 所以我常常說這種東西 基本上我們覺得你眼睛有不適 眼睛是靈魂之處 那什麼人真的適合用洗眼液 還是盡量都不要 如果說你真的去游泳完畢 我們常常說其實游泳完之後 你可能眼睛會有不適 這樣偶一為之用還好 如果用了一、兩次 甚至過了一天之後 眼睛沒有更好 橡膠就去找眼科醫生 那我如果不用這個洗眼液 我用生理食鹽水可以嗎 其實生理食鹽水是最好的 最好 生理食鹽水最好 所以我拼了親子關係惡化 我還是沒有買給小孩 沒有買給他就對了 因為不需要啊 用生理食鹽水 對啊 單瓶的生理食鹽水 那剛剛俊耀哥講 他那個經常點眼藥水 對 會不會變成慢性的 眼睛的發炎 其實他剛才提到說像貓 其實不是只有貓的口水毒 貓的排泄物也很毒 對 我們知道貓的排泄物裡面 如果說它裡面 有些公僵蟲的話 其實對女生來說是有影響的 會說其實我們在養這些寵物 基本上其實要注意 我們本身跟寵物之間的一些 適當的安全距離 基本上其實因為貓毛引起過敏的話 其實不管是過敏性的結膜 或過敏性的鼻炎 在我們臨床上面非常的常見 這就告訴說 你要從過敏的方式去解決 而不是一味的靠著這個眼 可是他們一定要養貓 而且我老婆跟那個貓什麼安全距離 她是把貓拿起來這樣子 你說怎麼辦 那絕對有毛在你的那個 老婆好危險 沒有 只要沒有過敏的體質 還算可以 還算可以 就自己的身體要好一點 對 但是它這樣子一直刺激到眼睛 那眼睛一直就覺得有異物在裡面 有毛在裡面 會不會嚇到 長期下來會不會 會 如果說你的腳膜 如果是這樣因為這樣子 而有異物感而受損的話 其實基本上還是會有不好的 我覺得其實有時候 也是問題還是要根本去眼科 用所謂的細細等檢查 如果裡面真的有異物的話 要如何處理 如果真的貓毛的話 真的會飄到你的眼睛 除非你跟我一樣戴眼鏡 或是戴眼罩 在家裡就戴眼鏡 對 戴眼鏡你還是會飄進來 所以戴眼罩 戴眼罩 戴眼罩 怪了 我們家好像是都 好不認得你 我們現在戴黃毒面具 這太怪了 這個畫面好好笑 是 今天的健康問診是 雲林48歲的吳先生 他請教我們的問題是 他的右腳趾長了個肌炎 長肌炎是很多人會出現的問題 他到藥房去買了肌炎貼布來貼 但他貼的時候覺得傷口有點刺痛 這是正常的嗎 另外他貼肌炎貼布的時候 還需要注意什麼 可以把肌炎趕快消掉呢 王醫師 我們都知道肌炎會在一個 瘦力點的地方 女生如果常穿高跟鞋也都知道 在某些地方都會得肌炎 基本上你要去改變 你穿鞋子的方式 沒辦法 如果已經長了肌炎的話 其實我們常說 其實不管是我們皮膚科或家醫科 我們會有一些方式 去幫病人去肌炎 那怎麼弄啊 割掉可以嗎 其實肌炎割掉 其實那個傷口癒合是比較久的 我們有一些就是可以去 就是它脫腳化的東西 其實就跟肌炎貼布是有點一樣 只說肌炎貼布 它本身是含178的水洋酸 它是讓那個腳皮 它是用酸類去讓它慢慢代謝 那個腳皮 只是基本上大家有個概念 你腐蝕得越快 你又泡水洗澡的話 它可能會吃太泥面 你就會有劇痛 基本上應該是說 你可能每天使用 不要下去洗澡 然後慢慢讓它給去掉 可是去掉 只要你隔天穿鞋子又會增生 所以你的速度 要比那個增生速度快一點 可是又不能太快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麼處理 其實去找醫生 在我們醫生專業之下 其實是比較好處理的 我有時候真的要問醫生 我就有一次懷疑我長了肌炎 可是不是肌炎 是油 油的話 那是一種病毒導生 對 那就很麻煩了 對 你知道的好像 你貼越長會越多 是 後來沒辦法 還是去看著醫生 他就不能夠用肌炎的藥 那是不一樣 油是另外一種 而且我覺得它長得很像嗎 一樣很像 這樣它會擴散很多 不會有一個 它比較麻煩的就是 你擦好藥之後 醫生一再地提醒我 就是你不要再光著腳丫子 你在屋子裡走來走去的 因為你反正走過的地方 也會傳染給別人 會傳染的 那給他一個觀念 真的 雞眼名 阿嬤怎麼說 來 俊耀 雞眼 我的阿嬤好像不敢去雞仔肉 雞仔肉 雞仔肉 雞的眼睛一樣 所以它本身是個白色的 油的話的特色是 因為它會造成下面皮下的出血點 所以你看到那個 它紅紅的嗎 黑黑的 它會黑一點 所以你看到那個 如果你的結結下面有黑一點的話 那就是油 那這個是屬於病毒性會傳染 那你也是被人家傳染的 這時候你不要到處走來 就把你們家人全部都傳染的時候 然後甚至去摳腳傳到手 手上去摸臉 全部都會傳染到 都會傳染到對不對 它的傳染力怎麼跟香港腳很像 其實它就是跟蝦牙手 全部的途徑是一樣 就是悶濕的地方對不對 悶濕的地方 對 這個要恐怖 還要傳到臉上 會臉上 都有人有 其實有病毒所以可以 就像這樣 要乖乖抹藥 其實按照那個療程 沒有多久就好了 對 做冷凍 其實一般來說 油還是做冷凍會比較快 因為找皮膚科解決就可以 它冷凍療法很快 那如果家裡面有人 長這個東西的話 它的那個襪子什麼 是不是要分開洗啊 應該說 其實基本上它這個病毒很好玩 它是要沾過之後 它在一段時間 這個時間有時候看你的環境 其實襪子要傳染的機會 其實不是那麼大 它都在潮濕的環境 它本身洗澡的時候它去採過 所以你旁邊就採過的時候 有可能就會得到 小心 隔天 再採搞不好就不會了 不會 如果你水是乾的話 乾的話就不會了 就沒了 我們常常在講說 艾滋的細菌多厲害 那個是說 1比1000的漂白水 下就死光了 對 所以你衣服的話 講那塊加一點漂白水 自然就可以把消毒拔殺掉 就是凡走過都要用 1比1000的漂白水給它擦一擦 炎滅證據 好的 所以這個 專家建議提供給云林 吳先生做參考 恭喜你可以獲得 由台市文化公司 所提供的健康書籍 再次謝謝今天的四位專家 也謝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健康好簡單 下次再見囉 拜拜